全国政协副主席 其国务院港澳门主任夏宝龙在21号会见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听取他对香港国安法草案的意见 梁军燕表示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远稳定繁荣的同时 立法工作将坚守一国两制 北京市在21号通报了一起位于大兴区的食品工厂聚集性疫情 经调查和新发地市场有关 截止到20号的24点 这家食品工厂总共发现了8例确诊病例 工厂已经封闭所有库存 并且已经全面停产停业 开展全员检测 德国北威州居特斯洛县的腾尼斯肉联厂 截止到21号下午 6139名员工完成了核酸检测 确诊感染人数上升到了1331人 当局出动当地警察协助执行 针对工人及其家属 1300多个居住地点的隔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三个月重启竞选活动 竞选团队不顾新冠疫情的风险组织集会 甚至提前预告将会有超过100万人出席 但是消防部门的数据显示 实际出席仅有6000人 怀疑是遭到了年轻网民的恶搞 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 在21号凌晨发生骚乱 数百人在市中心大肆地破坏商店 进行抢掠 并且袭击道场镇报的警察 警方说事件是警方查击毒品所引发 冲突当中有19名警员受伤 24人被拘捕 今天头条一起来关注到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在21号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也听起了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意见 梁军燕透过发言人表示 在维护国家安全及香港长远稳定繁荣的同时 立法工作将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方针 不会影响港人一直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梁军燕说 已经反映各党派的议员有不同看法 并且在不同场合或者平台 对于立法工作表达意见 相信港澳办将会继续从不同渠道 听取社会各界不同的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在出席完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 星期天下午回到了香港 他在机场表示 目前的香港国安法草案内容 融合了多方面的意见 符合宪法 基本法 以及香港实际情况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本月28至30号的会议上 会否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 不了解具体议程 但香港很多人都希望草案能尽快通过 他又指草案内容已经柔和多方面意见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我看了之后都觉得是结合了香港的实际 也都按照宪法 基本法和人大5月28号的决定 来订出来的 也都参考了很多香港的现实情况 和听了各方面的意见 而草意出来 我希望可以通过之后 可以香港人可以有信心 也都希望香港社会可以稳定 他又指出 中央政府将在香港设立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部署于基本法22条所指的机构范围 而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 由特首委派专门的法官处理切实可行 涅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谭惠珠也表示 行政长官指派法官审理相关案件 是考虑到这类案件的安全及敏感问题等等 但也是行政长官本身的权利 我看这个 主要看这个案本身 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还有就是敏感的问题等等 其实就是行政长官选哪位的话 这个权就算现在的法官 他委任哪位不委任哪位 都是特首的权 所以没有分别的 至于更具体的操作细节 他认为有待国安法正式条文出台 凤凰卫视魏影音相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18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 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香港律政司保安局以及六大纪律部队 在21号晚间分别发表了声明 对于中央制定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与权利的支持和配合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在声明中指出 香港国安法草案的说明 提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应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而律政司作为其中一个承担执行 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任务的政府部门 也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检控部门 他会率领律政司全力支持及配合 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工作 他又指草案说明清晰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应尊重及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中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应当可以释除公众疑虑 而保安局局长及六大纪律部队首长的声明就表示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会带领各纪律部队 全面旅行应有职责 确保相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 竭力维护国家安全 特区政府同意草案提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设立由行政长官 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并在承担执行维护国家安全主要任务的 警务处和律政司设立专职部门 保安局会全面配合 并正展开相关的筹备工作 声明重申 制定香港国安法 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分子 草案要求保障嫌疑人的权利 以及市民法人或组织根据基本法所享有的合法权益 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李家超说 每个国家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特定执行机构 这是每一个负责任政府不可推卸的应有之意 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法治是一国两制行稳支援的最佳保障 可以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凤凰卫视为您以上报道 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内容进一步清晰 对于其中有关在香港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等细节 而香港立法会议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认为 计划设置相关机制和机构 相信已经考虑到了一国两制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界的平衡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事 我们不能够正是从现在我们现有的做法去考虑 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以致令到一国两制行稳支援 正如我说是要落一个平衡点 而我相信相关的做法已经考虑到不同情况实际需求 我想细节为何要有这样的操作 以致实施 我认为等特区政府和人大常委发布 我们才能够有比较多的掌握 另外金明莲也对草案内容表示了欢迎和支持 并且指出香港国安法草案就相关的罪行 案件审讯和管辖权 国家在港设立机构和职责范围等范畴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既堵塞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漏洞 也兼顾了两制的差异 明确保护基本法和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也释出了社会各界的疑虑 希望有关草案能够尽快完成立法程序 以助香港尽快恢复稳定 让社会重新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日评论员宋忠平先生来做一下底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甚至早 科夫我们谈一下您对于香港国安法草案有哪些观察呢 那么香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就是稳定 你看这些年来香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危及到了香港的稳定 香港国安法恰恰是保证了香港的稳定 那么国安法的有效落实 那么香港将会实施经济繁荣 长治久安 这个是一个根本的目的所在 那么这一次的国安法细则出台之后的话 它更加体现的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这里边的内容是非常的详实 首先一点的话 行政团队里面建设了国安会 这个实际上恰恰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度自治 你看国安会的成员 基本上都是以相关的各个私局的一些人员为主 这就体现了完全是由香港的行政团队来组建国安会 那么只是国安会的助理由中央派驻 这个作为一个辅导 作为一个指导 这个也是非常的正常 但是体现的就是港府在国安会建设上的高度自治 另外在执法权来看的话 实际上还是由保安局下属的相关机构来建立执行机构 包括抽调的是香港的警力来执行相关国安法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这也体现出来就是一个整个法律建设的高度自治 体现出来是港市港人来办 另外就是律政司也设置了掌控相关的部门 这实际上也是利用香港已有的部门来做相关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 还是由港人来办具体的事情 包括你看最后的执行机构 也就是在司法的阶段也是由港人来办事 比如你像法庭法官等等 都是由香港的法庭法官来处理 只是设置专门的法庭来处理国家安全的事件 这还是体现出来 港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具有高度自治的权利 那么从中央的角度来讲的话 一个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要设置国安助理 这是一个权力的体现 另外呢就是要建立公署 这个公署呢也是对整个权力的一个监督控制 包括呢在很多问题上也是一个指导的作用 所以整个国安法落实的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要做到一个高度的自治 要符合一国两制 这恰恰也体现出港人的最大利益 这样子 好的 感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 先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环球聚焦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北京市在21号通报了一起位于大兴区的食品工厂聚集新疫情 经过调查是和新发地市场有关 而目前这一所工厂已经全面的停工停产和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 并且对新发地疫情之后的产品进行了封存 北京市集控中心通报20号新增本地确诊22例 均与新发地市场有关 其中有3例同属位于大兴区的一家百事食品北京分厂 截止20号24点 这家食品工厂共发现8例确诊病例 经调查考虑为一起与新发地市场相关的聚集性疫情 目前工厂已全面停产停业并开展全员检测 6月15日首例病例确诊 当日早8点立即停止生产 做全厂消杀 封闭所有库存 禁止外运 6月15日全部员工居家隔离 6月16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6月20日转运480人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 这480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工厂相关负责人表示 已经对厂区环境进行全方位取样调查 目前测试产品安全 此外北京在20号如期举行了今年高考的第二次英语听力机考 这是北京疫情反弹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教育考试 市教委方面介绍 这次全市参加考生39000多人 各考点考场疫情防控有力 考试平安顺利 所有的考生包括集中医学观察的居家观察的等等 所有的考生都顺利的完成了考试 这次考试的意义不仅是在北京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 安全顺利的组织完成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考试 更是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前一次难得的演练的机会 市教委方面表示 下一步还将继续总结疫情下考试组织经验 研究完善七月份中高考的组织方案 现已完成考生不同情况 考点不同情况等方案的起草和落实 目前正在推演和细化 计划在六月底进行发布 方文卫视谢鸿舟叶博健北京报道 好相关的消息 我们立刻来联系本台驻北京记者刘君竹来了解一下 君竹你好 老师你好 可否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目前有哪些最新的防疫信息呢 好的 首先来看北京的确诊病例的情况 从6月11号北京市新发地出现聚集性疫情以来 截止到6月20号一共有227例确诊患者 有18例的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北京市已经有4个高风险地区和37个中风险地区 再来看核酸检测的相关情况 据北京市卫健委介绍 截止到6月20号 北京市一共有124所核酸检测的机构 至少对大检测量已经从10万份生长到了23万份 那么为了更好的配合北京市的核酸检测 国家卫健委近期也从湖北辽宁等地调来了10所 10个队伍的212名的这个医务人员来到北京 帮助北京的10所市署以及央署的医院进行核酸检测 热检测能力呢可达到3万份 那么现在有一些核酸检测点出现排队的情况 北京市政府官员表示 如果你是来自低风险地区 那么如果没有高风险地区的出行史 没有高风险人群的接触史 也没有发热等情况 不必要惊慌可以等待社区统一安排的核酸检测 我们最新了解的情况是 北京市比如说像养老等福利机构 也已经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那么目前离高考还有15天的时间 北京市教委方面的官员表示 现在已经初步制定好了 对高考的考场 考点 考前消杀等情况的出入方案 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推演和细化 那么目前网友最关注的一点是 如果我是密切接触者 那么第一次核酸检测为阴性的话 是不是要进行隔离呢 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你第一次检测是阴性 那么也要进行隔离 因为密切接触者比非密切接触者 它的发病率更高 如果你在隔离期间出现发热的症状 那么就要进行检测 如果出现阳性的症状 那么可能成为确诊患者 如果你没有一些症状的话 那么也需要再进行核酸检测 如果核酸检测为阴性的话 那么你才可以离开 现在这就是北京的记者 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现在把这件交回根层子 好的 感谢君主在北京 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另外 天津市疾控中心 在21号表示 日前通报的一例新冠肺炎 本地确诊病例呼吸道标本 确认是和北京新发地市场 相关病例的病毒序列完全相同 有关病例是在17号确诊 男性22岁 病发前在14天都没有外出时 无疑似的病例和确诊病例接触时 从5月30号之后 一直都在一家酒店的西餐厅洗碗 偶尔会清洗冷冻的海鲜食材 截止到20号 天津市排查了2万多名 涉及疫情新发地区的活动人员 和密切接触者 另外又化验了 全市海鲜批发市场外 环境和水产海鲜 以及牛羊肉等样本 全部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再来关注疫情数据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突破了9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了46万 美国累计超过了 235万人感染 12万多人死亡 巴西的累计死亡病例 也突破了5万人 俄罗斯累计超过58万人感染 再有109人病逝 西班牙在21号期 解除了国家紧急状态 并且开放除葡萄牙之外的 深耕区国家的边境 另外印度再新增 15000多例确诊病例 累计增加到了42万多例 巴基斯坦也增加将近5000人确诊 累计是超过了17万6000例 伊朗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了20万4000例 再有116人死亡 累计超过了9600人病逝 卡塔尔再有800多人染病 累计确诊是87000多例 德国联邦卫生部下属疾控机构 在21号公布 当地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率 已经飙升到了2.88 意味着每100名感染者就会有进一步传染给288人 远超过疫情要得到受控的关键水平 而德国西北部的夏萨克森州 戈亭根地区和北威州在爆发聚集性疫情之后 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来执行检疫措施 确保民众遵守隔离规定 北威州居特斯洛县的腾尼斯肉类联合加工厂 截至21号下午 6139名员工完成核酸检测 确诊感染人数上升至1331人 其中5人处于重症监护中 州长拉舍特表明 将调查肉联厂的卫生安全是否违规 这家肉联厂 很多员工来自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波兰等国 拉舍特已要求三国领事官员 劝说工人 遵守防疫规定 并出动当地警察协助执行 针对工人及家属 1300多个居住地点的隔离 在夏萨克森州的戈亭根市 一个700人小区 因为出现群聚感染而被封闭 引起部分居民不满 20号与执法人员爆发冲突 向他们投掷瓶子 烟花和金属棒 造成八名警员受伤 警方表示有200人试图离开 有居民双冲提供给他们的食物过期 也有人抱怨不能外出工作 为缓和紧张局势 市长同意 如果小区居民两次核酸检测阴性 就可以外出 荷兰海牙21号也发生抗疫防疫措施的示威 有警方说这些示威者是足球迷 当天数千人在海牙中央火车站 对开空地举行集会 他们身穿印有停止封锁字样的T恤 抗疫政府的社交距离和禁止集会等防疫措施 防暴警察和急警随后对拒绝离开现场的示威者 使用水炮驱散并拘捕多达400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沙特阿拉伯在21号重新开放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了三个多月的 圣辰麦家清真寺 麦家室内1000多座清真寺都重开 信众入内需要遵守严格的防疫规定 戴上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和使用消毒搓手液 进行祷告时也要保持社交距离 部分的信众更是自备了地毯 而一年一度的麦家朝禁将会在7月底展开 不过当局仍然没有宣布会否如期举行 而在麦家以外 沙特各地的清真寺都已经在5月底重开 出行限制已经松绑 商业经济活动都有恢复 而在首都利亚德 商店人员都需要带上防疫用具 不过当地的新冠疫情 在近日是显著的反弹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15万例 接近1200人染疫身亡 墨西哥方面从6月1号起 进入到新常态时期 但是疫情难以被抑制 目前累计的确诊人数突破了17万 死亡也超过了2万人 在人口最多和疫情最重的大首都地区 原计划重开的部分经济活动 也不得不再推迟一周 墨西哥大首都地区 是墨西哥城及周边的墨西哥州管辖的部分地区 这里人口大约占据了全国的四分之一 也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这个地区人口密集 是新冠疫情感染最重的地区 也是疫情最难以控制的地区 据联邦政府的统计 墨西哥最近两周的疫情感染程度 比前两周扩大了26% 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州 将原计划在本月15号起 开始实行的启动部分经济活动的计划 推迟一周 由于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断攀升 墨西哥城和墨西哥州同时宣布 将原计划从22号到28号部分有限开启的 自由市场批发和零售三层 购物中心 酒店 旅游业 以及开放宗教场所等计划 再推迟一周 墨西哥存在上贫富差异巨大 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贫困人口的现实 所以在防控疫情的方面 墨西哥政府做的是硕手硕脚 一方面要号召民众中守防疫的措施 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所以就使得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 当前面对既要抑制新冠疫情的发展 又要保障民生 让老百姓有饭吃 是墨西哥政府面临的巨大考验 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时隔三个月重启竞选活动 竞选团队不顾新冠疫情的风险 在20号组织了一场集会 甚至是提前预告将会有超多人出席 但是实际的出席人数却是大打折扣 怀疑是遭遇了年轻网民的恶搞 特朗普21号付亲节当天 从白宫前往弗吉尼亚州的 高尔夫球俱乐部打球 周六他在出席俄克拉荷马州 塔尔萨的政治集会前得到通知 六名竞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集会后两名特勤人员 也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而塔尔萨确诊病例 在集会后达到五天内的性高 特朗普竞选主任帕斯凯尔早前发推特说 20号晚在俄克拉荷马州 塔尔萨的政治集会 有超过一百万人 透过网站申请得到集会门票 但是消防部门的数据显示 实际出席仅有六千人 特朗普也因为人数太少 取消了户外演讲的环节 有传特朗普事后 斥责工作人员夸大出席率 有民主党籍人士在推特表示 特朗普被网民恶搞了一把 实际上有大量抖音用户或寒流粉丝 呼吁同龄人用假名和假电话注册集会门票 造成大量人要出席的假象 甚至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错误收集选民资料 不过特朗普竞选团队就发表声明 批评媒体报道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集会并不需要持有实际门票进入 特朗普目前还计划前往亚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造势 不过暂时不清楚是否有变数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一次竞选集会的 实际出席人数比预期要大打折扣 美国共和党一名资深的竞选策略司就形容 说这一次是一次彻底的灾难 而另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他的发言人也说 说出席人数也反映出了 特朗普得到的支持度正在减少 而特朗普团队则是把责任归咎于传媒 认为他们制造了假新闻 令到支持者担心疫情以及示威活动 而选择不出席机会 好我们去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中国和印度同意加公正处理加勒万河谷冲突引发的事态 如何让边界地区局势长期的稳定可控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莉就认为 印度需要对冒进政策的后果有充分认识 并且平衡好和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同时 中印冲突 政界军方表态 民间情绪强烈 如何使相关事态降温 讨厌双方政府多方面管控能力 我们看到印度实际上这些年一直在努力的加强对时控线的这种管控 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还有在它的军事力量 包括军事装备的这种提升 包括停机坪的这种建设 还有人员的山地师的这种建设上面 它都是有一个规划 那么在分布的实施 而且这种伤亡的这种程度 应该讲是几十年来 中印边界地区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这种状况应该说对双方的 无论是民意来讲 还有是边界部队的这种心理来讲 我想就是冲击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两国政府也都还是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 这种国内的这种舆情的压力 所以我想未来确实怎么使局势缓和下来 我个人认为挑战也还是蛮大的 印度总理莫迪是个强势人物 执政期间也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改革 特别在对澳关系上体现出了什么样的执政风格 2014年执政以来 它在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它实际上是更多奉行的一种进取的 甚至是冒险性的政策 我们看到它不仅对中国 那么对尼泊尔它进行了这种很长时间的封锁 另外是对巴基斯坦 甚至包括对缅甸实施了越境打孔的 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 两国领导人也有非正式会晤机制 对于印度来说应该怎么样去平衡 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全方位关系 也不能把中印两国的关系单纯寄托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谈 或者是私人关系 这个其实是不现实的 给领导人的压力太大 而且具体操作起来我觉得也不是非常的现实的 其实两国之间的关系 更深的基础在于经济的联系 民间的交往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未来印度还是在中美之间 采取一种选择性合作的这种策略 也就是说在安全上 它肯定是继续扩大跟美国的合作 那么在经济发展上面 这个问题上面还是跟中国加强合作 但是问题就在于 现在中美的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态势 是日益加重的 那么印度这种选择性合作的这种策略 能不能继续下去 它究竟能不能抵御住美国的 让它在中美战略竞争这个过程当中 让它选边站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想未来确实是 印度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美国近年积极拉拢印度 军事合作升级 印太战略又把印度作为支点国家 但在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上 印度又和中国存在很多的共同点 印度需要思考的是 不让自己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前线国家 中印是搬不走的邻居 保持稳定对于双方发展同等重要 凤凰卫视蒋晓峰付托 雷金报道 说到强降雨持续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多地的水位开始上涨 也导致了部分水库超迅线水位 还有地区因为暴雨发生山体 塌方导致了道路中断 而受到负热带高压的影响 福建厦门连日高温 当局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南西市连日来遭遇新一轮强降雨 部分乡镇的山塘水库水位快速上升 多座水库超训线水位 其中摆设箱大厦口水库最高水位 达到了159.16米 超训期限制水位0.8米 20号上午 大厦口水库开闸放水 同时工作人员也对壩题等进行仔细巡查 当局已经要求多个乡镇 在加强巡查的同时 及时开启泄洪设置 降低水库水位确保安全 安徽省多地发布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 截至21号 安徽省有153座中小型水库水位超训线 正按规定泄洪 从10号入美以来 安徽省累积平均降水量182毫米 在过去24小时内 全省有279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 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黄山屯西红旗水文站达94.5毫米 受暴雨天气影响 连接陕西安康市和兰高县的唯一一条干线公路 国道211线发生山体塌方 导致道路中断 由于边坡不断垮 他20号晚释发后能见度低 不去被抢险条件 交通部门在他方路段两侧做好抢险安排后 到21号早上6点投入抢修 截至下午4点 道路已经恢复了单向通行 厦门市区在19号路得36.1摄氏度高温 打破了1961年以来 6月中旬历史最高温度 局部最高气温更高达39摄氏度 当局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过去两天 厦门大部分站点监测的最高气温 均突破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 为了应对持续的高温天气 厦门投入了500多个爱心驿站 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 免费供应矿泉水 西瓜 凉茶等消暑用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中国自行研制的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在21号在磁浮试验线上成功的试跑 这是试验样车首次进行系统联合调试 总共完成200多个试验项点 对包括悬浮导向 测速定位 地面牵引等关键性能 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公司研制 包含了车辆 牵引供电 运控通信 线路轨道四大系统 这次试跑使得各系统间在动态条件下的结合 得到了初步验证 并且为后续的高速磁浮工程样车 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按照计划 工程样车预计在今年年底下线 届时将会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我们再来看香港经济日报的一则消息 昨天是周日再加上了父亲节 在香港由于疫情颁布的限聚令也已经放宽了 所以不少餐厅都迎来了生意畅旺的一天 门外的排队的对龙也是非常的长 而餐饮界的人士就表示说 今年的父亲节可以说是今年来最旺的一次了 估计整体的生意额甚至是可以超越在五月时的母亲节 而另外再来看到香港明报的一则消息 香港德珍女子中学的一名女学生被欺凌的片段 最近在网上流传 所以也再次揭开了校园欺凌的隐忧 而根据教育局向立法会所提供的数据 发现在过去的五个学年当中 校园欺凌的个案维持在每年200多宗的数目 去年是226宗 也是近年来的最多 而甚至小学生的个案数目呢 也在这五年来是增加了有四成半之多 有香港资深的社工就表示 现在学生复课之后呢 除了要关注学业之外 也要关注心理变化 以免将负面情绪发泄到学生身上 好另外台湾方面今天也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卢冠飞来介绍一下 冠飞你好 陈子早安台湾的报纸消息首先带您关注 蔡政府日前提名国民党籍的台东县前县长黄建廷 担任监察院副院长一职 因为与绿营的沟通不足引发争议 国民党主席将其成批评 蔡英文虚情假意的朝野合作 缺乏高度及尊重的提名程序 不但折损和消费了被提名人的名声 也污蔑了监察院的地位 更遑论是政党合作 还责疑这是为了蔡英文幕僚成局 可能担任监察院长一事 引发批评 在操作舆论风向转移目标 台湾的报纸消息继续看到 台湾4月的失业率突破了4% 创进7年同月的新高 22号将公布5月的失业率 而专家学者预估难以乐观 失业率恐怕达到4%以上 且6月是大学的毕业季 毕业生将投入职场 到时恐怕失业率会更加明显攀升 台北今天的采访重点 带您看到蔡政府上任之后 投入了600多亿台币 委托台湾的汉祥公司 自行研发新型的高级教练机永英 去年9月的时候正式对外亮相 将在今天在台中的清泉岗基地 进行首飞 也受到了外界关注 相关消息台北战会带您来掌握 最后蔡英文第二任期已经就职满月 民间团体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台湾经济的表现情况不佳 民众对蔡英文改善经济的信心 并没有达到及格标准 更有近六成的民众 对政府解决失业问题的能力 感到担忧 而最新的民调数字 台北战也会带您来了解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早班车的重点 把时间交还给陈子 好的 感谢冠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在上周走出了先高后回的行情 但是累计整个星期 三大指数仍然是录得上扬 展望本周投资者继续关注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情况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所公布的最新经济评估 最新的经济数据虽然理想 但市场担心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使得美国股市上周走出先高后回行情 但累计整个星期 三大指数都录得反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03% 标普500指数更上升1.85% 纳斯达克指数连升6个交易日 上周累升3.72%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发布 当中市场较为关注的 包括周二发布的6月PMI出值 周四公布的除了是 恒长的上周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外 还有第一季GDP中值和5月商品贸易账 5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和6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则在周五出炉 此外 市场也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周三公布的最新经济评估 市场预期组织会进一步 调低全球及多国的预测值 同时 美国一些南部和西部州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持续上升 市场注视疫情会否出现第二波的大爆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股市方面上周是先跌后回升 恒生指数全周反弹了1.4% 港股在上周一表现疲弱 大跌了超过500点 更是失守了24000点的关口 创出了两周低位 之后外围市况显著的回暖 港股也是连续两天反弹 周五在内地股市大涨的带动之下 横止再赢涨势 并且重新回到了10天均线上方 总结全周 横止在上升了342点 升幅是1.4% 科技股普遍走高 重磅股腾讯刷新了超过两年的高位 港交所也是崇尚300港元大关 展望本周市场持续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 联合国副秘书长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阿尔加耶罗瓦 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 今后欧洲将会加速推动 国家间数字贸易便利化 在绿色交通产业创建 1500万个就业岗位 拉动欧洲经济复苏 联合国副秘书长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阿尔加耶罗瓦在凤凰卫视专访中称 虽然欧洲电子商务普及速度和范围 远低于部分亚洲和北美国家 但新冠疫情推动了电子商务 和相关供应链的发展 欧洲经济委员会正在借助这个趋势 发展电子商务的贸易便利化 消除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壁垒 缩减国家间进出口文书 还包括推行农业数字化卫生证书等 この键是我们所方式编制地形状 他们工作是与 Own Pharmacy的有关 所以我们所有的standards 预算清楚 和法律求 一人我可以提及 例如专门 在智能商务保持 阿尔加约罗瓦说 欧洲GDP今年上半年增长下降了6%到7% 失业人口和投资萧条会带来中长期影响 为复苏经济 欧经会与国际劳工组织 在交通运输业的绿色转型框架下 将为欧洲创建1500万个就业岗位 因为10万亿的那些 应该被创建在决定 那半年轮转的车装 会变�丽 我认为这10万亿 3万亿是在我们的地区 我们想要看在我们的地区 我们会支持这个发展 另外5万亿是在决定 阿尔加优劳瓦说 欧洲各国的商务进出口标准化比较统一 电子商务基础很好 可以很快推行 今后再将数字化注入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 这一系列举措将很有可能在明年恢复5%的经济增长 放昏是张博帝 瑞士 任正宝报道 好 去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在21号宣布 第36届东盟峰会将会于6月26号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越南外交部消息说 作为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越南总理阮春福将会主持峰会的开幕式 全体会议以及关于数字时代的妇女妇权特别会议等环节 而东盟国家外长非正式会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部长级会议等相关的会议将会在22号到24号举行 第36届东盟峰会以及相关的会议原定是在4月上旬在越南中部城市县港举行 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推迟到6月底 英国伦敦在21号再有示威集会支持黑人的命也是病的运动 示威者手持标语要求公益以及拒绝歧视 参与者说活动让人民提高了反歧视的意识 不再对暴力行为视若无睹 相信这是改变的开始 而他们穿过伦敦中部的街道 沿途都有警员戒备 示威者经过前首相丘吉尔的雕像 但是并没有激烈的行动 而英国早前为了防止雕像被破坏 曾经将雕像覆盖起来 德国西南部城市斯图加特在21号凌晨突发骚乱 数百人在市中心大肆地破坏商店 并且进行抢掠 也袭击道场镇报的警察 警方说事件是警方击查毒品所引发 而冲突当中有19名警员受伤 24人被拘捕 骚乱过后 斯图加特市中心大批店铺被砸 行人道上布满碎玻璃 地上一片狼藉 一些店铺更被细节 有居民说 类似事件在当地从未发生过 感到相当震惊 当地警察局长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从仅46年他也未见过这种骚乱 对此感到无语 警方说事发之前一批年轻人晚上聚集在市中心一个公园开派对 直到21号凌晨有警员到场 进行例行毒品检查 有人突然开始攻击警察 用砖块和酒瓶投置警车 随后更有旁观者和路人加入骚乱 场面顿时失控 警方随即派出200多名警员制止暴乱 警方说骚乱中有至少40家商铺被破坏 有9家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 警方正在调查取证 而被捕人士来自欧亚非多个不同族裔 当中只有3人有非法移民背景 事件暂时排除有政治动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慧翠清华凤凰秀视频 下面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 变而 Klim分表现 袭博钧 无双 threatening 凤凰ред 以后 HARikes 它的厚手 purp 16 明最好 回刚 sn 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otball is back. It will be obviously, for some reason,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will be obviously, for some reason,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will be obviously, for some reason,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will be obviously, for some reason, completely different. It will be obviously, for some reason, completely differ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